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Firebase 今天是第九期 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今天 咱们要做一个VUE3的开发 对吧 用什么 用尤大神的最新的开发工具 WIT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叫什么 叫做VIIT 乍一看都要发音成WIT 是吧 不 尤大神好像把它发音成WIT 那咱们就WIT 好像来自于法语 那么今天咱们就用尤大神这个WIT 这个工具包 咱们呢 开发一个VUE3的应用 然后呢 把它托管到Firebase主机 该怎么做 其实非常的简单 咱们马上开始哦 好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知识人有两个 第一个是VUE3 WIT的方式呢 咱们建个工程 然后呢 把它托管到Firebase的主机服务上去 为什么我非常喜欢Firebase主机服务呢 原因之一 或者说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 呃 它支持HTTPS 原因之二呢 是因为它真的免费 非常的好用哦 好 那咱们想少许马上开始啊 首先我给您访问一下这个VIT的官网啊 所谓官网 其实我给您看的是它这个GitHub 它有自己的官网 咱们看看它的GitHub哦 呃 其实它的GitHub上面也有它官网的链接 咱们访问一下哦 Go 大家请看 这个呢 是它的官网 大家请看是吧 游大神是吧 游大神据说年收不菲啊 那请看这是这个VIT一些描述 动态不熟 热不熟 装载模块啊 简单一句话说 为什么VIT的这个工具出现 是因为它解决了以前咱们VUE CLI的 开发比较慢的问题 每次做热编译对吧 现在呢 如果用这个框架呢 你不编译了 不用热编译了 它要做个什么事 总的来说啊 就是说 咱写的代码呢 直接送浏览器去执行 它就模拟这么一个环境而已啊 好不好 OK 如果今后有兴趣呢 我可以给大家做一做这个VIT的课程 不过看大家的兴趣吧 我呢 其实 其实VIT呢 没什么可做的 它无非都是VUE3的开发 目前的开发 它只支持VUE3 不支持VUE2 另外呢 它目前还是Beta版本 咱们看它的release 它目前其实你看 2点 都到2.0了 其实还是Beta版本啊 就算Beta版本 也可用 也可用 然后呢 大家请看 这个是它官网 也给您访问一下吧 是它官网 做的也是非常简洁 标准的VUE风格嘛 对吧 OK 回到咱们的课件当中 今天咱们就用这个工具 咱们简单的建一个工程 然后呢 运行 本地调试 没问题 不属到Firebase 然后再看一下效果 也没问题 咱们就结束今天的课程啊 好 那咱们先稍讯 马上开始啊 OK 那咱们看一下 VUE3VIT的开发 该怎么做 首先咱们应该调用 它的工具包 干什么 建立一个咱们本地的项目 对不对 怎么建 大家请看 就是这行命令 我马上给您拷贝建立啊 我这开个控制台 没问题吧 OK 在这个控制台下 咱们就直接做 哎 我拷贝就算了 是这样 我一般都是喜欢用这个NPX 但是它给咱们提供是NPM 那咱们就NPM 也无所谓啊 好 Go 运行完之后呢 让咱们先输入工程名 叫My 我叫MyAPP 大家请看 我这都给您写了 课件中 咱们今天用MyAPP 用什么都行啊 咱们今天就用MyAPP 好不好 OK 回车 好 这个是说要选一个模板 大家请看VUE 包括 这个就 我就尤大神 就是这个心胸比较宽广啊 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 我做的工具 我不能说光给VUE使 对吧 我居然还可以给react使 对吧 还可以给preact使 那为什么不给安裕老师呢 这我是吃一个问号啊 咱们往下走啊 咱们选择这个VUE模板 够 这就完成了 然后咱们进入MyAPP的文件夹 然后呢 用npm install进行安装 大家这个地方不用记 为什么 我在课件中都写了 进入这个文件夹 对吧 然后呢 npm进行安装 安装成功之后呢 进行调试 为的最大的优点就是 调试比较快 几乎呢 所见即所得 所以说呢 这也是今后 您要开发VUE 我给您推荐的一个工具 虽然它现在还是beta版 虽然它不支持VUE2 但是呢 我也要推荐这个工具 挺不错的 好 大家请看 已经快速的安装完成 说明它依赖的包比较少啊 然后咱们调试 调试之前是这样 我先清晨评 调试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 这工程的大概的结构 然后进入这个package JSON 看看它的依赖啊 大家请看 它这个地方依赖的是VUE3的嘛 对吧 它不是VUE2 是VUE3 OK 那就VUE3 然后工程目录 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啊 它就是标准的VUE的结构嘛 有public 静态目录 然后有SRC SRC是 是它各种各样的这个 组件包都在里面了 这个和开发这个VUE3的框架 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不给您做过多的描述了 清晨评 因为我有这个VUE的其他课程 您可以看 想学VUE朋友 看我其他课程啊 好 代码调试 这个咱也不调了 Go 大家请看 快不快 我都没编译就运行了 就这么快啊 好 那咱们先少许 马上访问一下 本地的3000的端口 拷贝到我的浏览器当中 试一下 大家请看 刷新 这就是它默认的VUE的界面 让咱们点击这个 这是给它做了一个简单的程序 这其实就是标准的VUE3的开发了 这没什么可说的 OK 然后是这样 咱们在本地通过这个工具 进行调试 都没问题吧 OK 调试完之后 咱们要发布 怎么发布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咱们要对这个文档 这个工程进行个打包 那咱们打个包啊 停下来 这样我用今天这个 Firebase可能 也给你简单的演示一下 这个WIDE 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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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WIDE WIDE 它到底怎么个使用方式啊 好 咱们打包 打包会在咱们本地目录生成一个DST 打包目录 对吧 OK 咱们看一下 List DIST 对吧 打包这么几个文件 具体文件咱就不看了 然后呢 是这样 今天我再给你演示一下 其实Python3 它内置了一个HTTP server 对吧 那么呢 咱们刚才打包了这个 VOE的程序 这个项目的文件 那么今天我就准备用这个Python3内置HTTP server 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 对不对 还帮您复习一下这Python3的使用 好 那咱们试一试 Python3很简单 本地开一个服务 然后呢 指定是8000端口 然后呢 服务哪个目录啊 服务DST 刚才咱们打包的这个目录 对吧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啊 Go 运行起来 Python3本地的端口是8000 是吧 那咱们就访问一下8000 看能不能出来啊 大家注意看 Go 没问题 出来了吧 OK 是不是咱们打包DST的那个目录呢 是生效的 是可用的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VOE单页的应用程序 部署到Firebase上去 对不对 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啊 马上开始 咱们往下看啊 首先咱们进入这个MyApp目录 没问题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目录下初始化一下Firebase的环境 叫做Firebase NIT 对吧 咱们马上试一下 这个停下来 清下屏 好 用Firebase这个命令 咱们执行一下 Go 因为今天我只是给您演示拖管主机的服务 所以说咱们按空格键啊 挑上这个hosting就足够了 好 回车 这是说您是建个新工程 还是做一个现有工程 咱们肯定是现有工程嘛 对吧 叫做MyFirebase 咱们我的课件一直用这个 咱们就选择它 这个是说 这地儿非常重要 这是说您把哪个目录作为发布目录 默认是public 今天不是了 咱就把它改成DIST 这地方一定要注意啊 回车 然后呢 问咱们是不是单页用程序 因为咱们是VUE的应用 肯定是单页 所以说这地方选Y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既然是不是自动部署到GitHub 这个就不用了 是这样 因为有好多这个用程序 我看这个是说 已经存在 问是否覆盖不覆盖 因为是这样 有很多的这个解决方案 它都和GitHub进行绑定 咱们呢 往GitHub上面传代码之后 它就会自动的下载GitHub的代码 然后呢 进行编译以及发布 现在很多的平台解决方案 都是和GitHub联动的 所以说呢 有机会我再给您介绍 包括以前我给您说的这个Docker 也是跟GitHub联动的 GitHub真的也是一个 所有的平台都在共通使用的服务 也是非常的不错 好 现在是小叙 咱们这个地方 就算是把本地的环境初始化完成 那么怎么办 初始化完Firebase之后呢 咱们呢 通过这个Firebase JSON 咱们先看一下咱们有和以前的Firebase JSON 有什么不同 主要看一个地方 看哪个地方 我清评啊 主要看 这个Public 以前咱们做的很多的Web工程 默认这个地方是Public目录 对吧 刚才我手动把它改成DST 因为咱们VUE的打包目录是DST 所以这地方呢 一定要改 改完之后 咱们再发布的话 再往这个Firebase主机上面上传的话 它就会把DST这个目录下的内容 做成网站根进行上传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就没说的 接下来是 如果是单 刚才咱们在向导中 如果是选择单页 它就会给咱们做这么一个重写规则 把所有的内容都往这个音带上去导向 好不好 OK 那么干什么 咱们先不能部署 先本地调试 这一定要注意啊 大家 就是说 咱们啊 工程建完之后 一定本地调试通过以后 才能部署 对不对 好 那咱们本地调试一下 够 我清二屏 够 Firebase本地调试 本地模拟器调试环境是5000啊 好 咱们选择这个5000 咱们应该有 我看看 好 咱们这个8000再改成5000 没问题吧 刷新 说明什么 说明Firebase认到了本地的DST的这个目录 同时 大家请看 可以为这个目录服务执行起来了 完全没有问题吧 OK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把这个服务部署到Firebase上去 这就简单了 一行代码就搞定了 哪行代码 大家看 就是这行代码 对吧 部署这个工程 没说的 马上开始 我清晨评 我今天清了好几回评了 Go 正在部署 一共有五个文件 对吧 上传 而且这个部署还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您本地有很多的文件 有很多文件都已经上传完了 那么它只上传和咱们当前服务器端文不同的那些个文件 它有一个差分的概念 这是Firebase非常好的地方 比如说您本地有100个文件 结果这次您改了两个文件 你不可能说这100文件我都再上传一遍 不会 它只上传差分的那两个文件 所以说这个Firebase的工具也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全 非常的好 好 吹完之后 咱们马上通过这个网址 访问一下咱们刚刚做的 以VIT开发的VUE3的工程APP 看看能不能访问到 为了以致区别 咱们再开一个新的窗口 在这咱们访问一下 咱们直接访问公网 Go 大家请看 我刷新闲 出来了吧 也就是说咱们本地用VIT开发了一个VUE3的APP 本地调试都成功之后 然后通过Firebase的命令 成功的部署到了Firebase的网站 同时 请看 功能完全的没有问题 为了保证不出错 咱们选择这个检证 看一下这个控制台 等等 也没有任何的错误 没有任何的错误信息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成功发布 非常的好 OK 这个就是以上我要给您介绍的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 通过VIT的工具包 开发了一个VUE3的应用 并且成功的把它部署到了Firebase Firebase真的是很强大 同时VIT工具包也是非常的好用 今天的两个知识点都推荐给您 OK 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访问参照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